中共两会期间 黄埔江出现大量死猪 截止3月15号 上海市共打捞起腐烂发臭的死猪8965头 引起广泛关注 本周投尸条的题目是 上海黄埔江出现大量死猪的原因 第十条 因为摸着石头过河 不慎落入深水区而被淹死 第九条 由于太多人像猪一样活着 让猪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纷纷投江自尽 第八条 养殖场水污染严重 不得不到黄埔江取水喝 不小心淹死的 第七条 经文中央大布置改革 少了包括铁道部等四个部级机构 伤心殉葬 第六条 不满大陆饲料添加抗生素 又吃不到香港无毒饲料 绝食而死 第五条 在读一个名字太长的新机构时 一口气没上来憋死的 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叫做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电话电脑电码电驴及新闻出版报刊杂志书籍文章博客微博安全生产监督审查屏蔽 删除销毁管理总局 第四条 集体漂流出海 收复钓鱼岛 争当爱国猪 第三条 为了帮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舍身创造少年PIG的奇幻漂流 第二条 帮助上海与香港竞争 使上海成为真正的东方之猪 上海黄浦江出现大量死猪的原因 第一条 一群猪在北京举手鼓掌 另一群有良心的猪跳黄浦江自杀了 还有一群猪跳黄浦江自杀了